嗨朋友们 今天呢我会爷爷出来 接一个小朋友 和他的家 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等一下大家就到了 我们到了 小姐姐说了 楼层可能有点高 有点喘 好了 我的努力 这个板子 到时候 等我一会儿 要见一下再说 这个也像283的那件事 因为我不太记得 它有些什么血统了 它好像是有一个什么 什么血 什么血呀 还是什么血 反正他父母都是血统比较纯正的 我见好多人遛了 还穿上个小背带 是不是 对 在草地上遛他 还挺酷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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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很紧张 但是还是只能我来抱着 吞吞 呃 以后要抱那个 好 把吞吞的家搬走 挺厉害的 我太定见了 哈哈哈 再下 再下 再下一个 好了 走吧 你怎么涨红了脸 哈哈哈 你可以打开盖子看 你看 那不会跑的 哦 哦 哎 他红的很有层次 你觉不觉他跟咱家的颜色 有点像 哈哈哈 好的 好的 都说了再见 哈哈哈 不行了 哈哈哈 我先给这个戏机跪下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最终还是决定 我抱着他 这下我们smart不能叫吞吞了 我们有真吞吞了 是不是 你好smart 我来了 回家 我们现在到了 然后爷爷计划 先把这个他的家 拿到妈妈这儿 给他修一下 因为那些玻璃有点松 那他就放在这儿 需不需要给他开宠物模式 不需要 哈哈哈 他需要这个 你忘了 哦 好的 好了 朋友们 我们在妈妈这儿 把吞吞的房子的玻璃 加固了一下 有打扫干净 然后检修了一下电路 确实都没问题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带吞吞回他真正的家了 没有人发现吗 哈哈哈 这样我们也不用担心小猫会把这个扒拉开 对吧 然后他们也不用在前面换来换 好 等等 啊 峰峰没动早就看不见 给它冻起来了 早才能看见 怎么吃饭 用力 猫电视 呼伦吞小枣 这侧面两块玻璃是猫电视 正面是我们的电视 吞吞的右后脚炸开 但是没有都放在那个墓上 对视了 嗯 小枣在疯狂的跟他打 我给你看 他不会是 哈哈哈哈 小猫头 手着吧 手着 手着你的好伙伴啊 手着吧 小猫 手着太舒服了 不聊 不聊还笑呢 哈哈 哈哈 是不是 不聊 美女不笑 天一天 晒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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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鹏龙蓝莓院 前面带白猫子那个阿姐 就是我们很熟了 以前都在她这买蓝莓 今年我们准备给妈妈的院子里种蓝莓树 然后这一棵是一年两季两季果 大概能同四五月份吃到十月份 然后还有这个我刚刚看的这个呢 特别好看 然后妈姐说这个是她每年的小管 就是不是小管量产王 特别能结果 然后但这个只有一季就是六月份 可是她很好看这个职业 所以我们就弄两个 刚刚那个阿姐说你们两个人有这两棵树 基本上在那送人 你们两个吃的已经完整了就可以送人 好了准备上车 那些大的先上去了 那些大的先上去了 这个小的 我们种好了 现在是浇水剪彩时间 有请十泉十美果园主人马姐 妈你好像 洗千蓝莓回家 哈哈哈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里种了南瓜苗 贝贝南瓜 应该都活了 就等它往那长 马姐在这里种了葱 我们可能还会种点别的蔬菜什么的 现在这个院子的植物们就基本上出具规模了 很好的风景 站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看后面山景很漂亮 然后在家里看外面也很漂亮 还搞了一个堂椅 这个是村子朋友家不要的 你看已经很破烂了 然后让我们给捡回来了 我们自己的家里就没有这么好的风景 朋友们 刚刚和师傅开了一下墙 因为师傅的工具不给力 所以我又跟朋友建了一个大锤子 那个大锤子是凿地基的 然后我们他一个人抬不动 然后我也帮他抬 我们两个人一起 嗨朋友们 今天是小黑成为妈妈做饭伴侣的第十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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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